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們會去一個地方 而這個地方和今天的主題是很有關係的 今集我打算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半年以來我在這輛車身上花了多少錢 第一件事要說的當然就是這個地方 停車場 除了說我這半年花了多少錢之外 我還打算跟香港的養車成本對比一下 不過我覺得就這樣用總數去比太籠統了 所以我想分開每類洗費去比較 希望我的結果會合理些 有多些參考價值 我不是說經常都幻想自己住大屋 最好是有個車房可以多拍兩三架 我不知道是不是倫敦還是其他地方都是這樣 無論你是租還是買New Build 原來有時候是未必給你申請Parking Permit 你不是有時候看到街位只是給住客拍的嗎 其實那些Permit我查過附近 即是可能60磅至1000磅就可以拍一年了 除了一個月可能大約90元港幣就可以拍到車 非常之划算 因為我沒得申請這些Permit 就要在附近找一些月租位 我又想近 想便宜 又不想拍別人的 driveway 最好就是有閘 還要室內 所以我都轉了幾遲 剛剛買這輛車回來的時候 就拍了一個挺爛的場地 是露天的 很骯髒 附近很多垃圾 然後我就轉了去別人家 類似門口 它那個地方很安靜 隔一道門已經是別人的花園 我就覺得好像又沒什麼私隱 每天都被人知道曬 或者想拍些東西都不行 而且那個牆是非常窄的 拍了兩個星期之後 就轉了到現在這裡 這個位置真的蠻好的 價錢就是150磅一個月 就是不好的消息 我要被人迫簽 租給我的朋友 因為他被他的業主迫簽 我一個月之內就要找到另外一個拍位 說到香港 我在香港走之前 是拍2200的 就是一個露天場 是冷天 原本拍一個室內有蓋的停車場 但是我看到他加租都加得挺過分的 2600、2800、3000 所以我就搬了去這個冷地場 每個月都節省了800元 這一回合很明顯 在英國便宜很多 第二件我要說的就是入油 以前就是當腳車 實在太煩惱了 我們待會再說 沒有辦法 剛才實在太混亂 太繁忙 太多人了 現在拍下了一輛車 才慢慢說入油 其實我是從來沒有試過在英國開車上班 因為在這邊 其實我如果搭地鐵上班 是一定一定快過開車的 我想欠15分鐘到半個小時左右 因為實在是太塞車了 倫敦 在香港就不同了 那一陣子差不多是天天都開車上班 你可能會說 你現在買一輛車做什麼 那我也有用的 我通常就是放假的時候 要遠一點去郊區 去郊遊 要不就去超市 移家 買東西入貨 現在入油 全世界都越來越貴 英國就更加上新聞 今天入油的油價就是 一磅六七九 你就當作16.7吧 那現在我查過香港價錢 應該是23元左右 計算油卡 應該是18-19元左右 所以現在英國都叫做 仍然是便宜少少的 汽油來說 好 好了 我們現在來到 這裡就是Way Bridge站 我們先找個地方停下來 先試一下 剛才關了也挺久 現在終於來到這個地方 叫做Way Bridge 為什麼我要來這個地方 因為這裡是我第一次買這輛車 拿這輛車 還有真的開這輛車回家的地方 那我現在好像正確實拍到同一個位置 我還記得 付完錢 車到我手的時候 我還在這裡停了很久 因為買Rotex的網絡就下跌了 那今天的主題其實就是 我花了多少錢 那我想買車就不算在這個價錢上了 那但是關於這輛車呢 我也想說一點點的 因為我事後 還有在28卡找回這輛車 就是NC 2.0 電接頂的 其實香港NC已經好像都幾偏下了 那這輛還要是棍波 然後如果我要找到接近的規模 好像都要18-9萬 那我現在不用這麼多了 一半都不用 那這個位置其實停得不久 那我們去附近另一個停車場 再慢慢逐個Course去計算一下 我記得這裡是暗車的 然後一開第一次 踏著這輛車出發 還好像死了一次苦 然後好像這裡又是塞塞的車 然後又死了一次火 真的 都沒那麼快就半年了 好啦 那我去的地方其實就是很近的 拍好車 賣個廣告先 今集的內容是由Surfshark VPN贊助播出 Surfshark是VPN服務供應商 平時我們對VPN的了解 就只要來翻牆突破地域的限制 去上Facebook YouTube這些網站 但其實即使我們在家上網 都有機會有網絡安全的問題 被人盜取資料和密碼 甚至被黑客入侵 Surfshark的Clean Web功能 可以封鎖廣告和追蹤器 避開惡意軟件 保障個人私隱 而除了網絡安全 用VPN的另一個好處 就是用Netflix去看片 很簡單地用VPN轉換地區 就可以看某些地區 才能看到的獨家內容 另外現在大家可以去回旅行 其實用VPN都有機會 會令你找到更便宜的機票和酒店 現在只要用的Promotion Code 就可以享有17折優惠 和獲得額外三個月免費 由現在到7月4日訂購的話 還會免費送你Surfshark防毒功能 有興趣記得去下面資訊欄上看看 現在要說一樣很重要的洗費 就是Rotax 只要你的車要逛街 就要比了 跟香港的排費一樣 以前在香港覺得我的車很不低 因為是0.6 即是要跟2,000 比同一樣的價錢 現在看起來好像已經加價 加到7,000多 我記得那時候是5,700多 但是英國的Rotax分類制度 我感覺上好像會公平一點 簡單來說它可以分為兩種 一種就是給新車和2017年打後出廠的車 價錢就是按照排放和車的價錢去定 而你在第一年和之後的standard rate 又會有些不同 假設你買了一架全新的電動車 你就不需要給任何Rotax 第二種就是我想比較多日適用的稅仔 2001年到2017年的車 就是給這一種稅 按照排放去定 它分得很小 由A到M有13個Band 不知道自己是哪個grade 不要緊的 上網很容易很多網站都會展示給你看 而我這架車就去到Band J 每一年就要給330磅 無論你和香港加價前後的排費比 英國這邊我養這架2.0 其實都是便宜的 另外一樣要說的就是保險 跟你排費一樣 要合法在街上行一定要買的 我現在買在英國的一年就是500多磅 已經包了AA的Breakdown Cover了 我當初選保險的時候 我也是有幾個條件的 一就是要便宜 還有我那時候就想選一些 不需要黑色的保險 因為我不想被人規限 因為即使它說到有多公平也好 我不想被人監察著 也不想有任何不公平 或者我純粹晚上出街 而要加我保的情況發生 所以我就選了現在這個 當時是用一些比較網站去計算出來 最便宜的就是它 還有英國和香港比較不同的就是 在香港我們買的前七的話 都是很多時候買三部的 但是在英國的話 如果不是便宜到1000磅的車 都是會買全部的 因為那個價錢實在太接近了 還有它的遮蓋又真的多很多全部的話 這邊的價錢其實是有很多因素影響的 首先它的保險有分不同的group 就是由1到50 我這輛車是26 而除了group之外 也當然有其他因素會影響這個價錢 例如你住在哪裏 你的職業 你的車會怎樣用 有多少人駕駛 這些種類的因素 加起來就會計算你現在保險的價錢 養得車 就要計算保養的洗費 雖然MOT還有半年才要做 但也要簡單說一下 MOT即是驗車 私家車車廷三年以上就要做 而跟香港一樣的是 我們可以自己駕駛去直接驗也行 找車房幫你檢查車 再檢查也行 我在香港的時候 當R56是腳車 來到這邊 MX5相對駕駛得少些 但也想保持基本的保養 免得像以前那樣水滾 所以養車半年 本來也想比較一下 Local車房的價錢 但實在太忙了 所以去了附近的一間 挺有名的連鎖車房 去做一個中期的service 通常這類連鎖一定會貴少少 但性在透明度高 適合懶人 想快和方便的人 價錢是154磅 保養維修這件事 就比較難和香港比較 始終每間車房 或者你要做的東西 都可以分別很大 如果你自己有地方 有工具 也有信心 DIY當然更好 但若然你自己對汽車的認識有限 又怕被騙 可能去連鎖 一次過檢查車去做MOT 就更加適合你了 另外 算洗費 怎麼會不算 例如這些地方 出街泊車的錢 在英國 其實我很多時候 都是不用錢泊車的 因為我剛才說過 很多時候都是去超市 通常這些店舖前面 都有很多停車位 基本上是免費任你泊 它也有牌告訴你 究竟免費泊多少個小時 所以絕大部分時候 我都是沒有給錢泊車的 另外出街的時候 當然我都有給錢泊車 例如是泊街邊位 或者是去一些郊野公園 郊遊的時候 去National Trust的場 他們那些泊車錢 都寫得很清楚 可能它就一天八磅 但我想最大的分別 就是這邊的位置 是多很多 容易找很多 始終地方大 然後就要數一下交通費 罰款 在英國這邊 我是沒有被人罰過錢的 因為我沒有維拍 沒有超速 沒有進去巴士專線 或者是沒有在不應該停的地方 停下 我想算很幸運吧 因為我有時候都要開得快 但在香港 以前每天拍公司樓下 我想兩個星期都中一張 你想想到一個月中兩張 六個月就十二張 十二張 三二零究竟是多少錢呢 至於道路收費 在這一邊 其實最主要就是ULIS 和Congestion Charge 因為我的車 是符合到ULIS的要求 不需要付錢的 但Congestion Charge 我就很記得 我是第一天 就是在這裡出發 回家的時候 就中了 不能說中了 我進去見到牌 我就知道要上網給 就是我第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要付15磅 另外一些隧道費 我就沒有走過 在香港 我當我每天上班 只是隧道 東隧 一天兩次 50元 5日250元 一個月就是1000元 好 是時候總結一下 這半年養車 花了多少錢 有幾件事要先說明 第一 有實數的話 我會計實數 但入油 出街拍車 我實在是計不到實數出來 所以就會用約數 第二 排費 保險 是這半年給的 但其實下半年 我不需要再給的 所以 怎樣也好 我會計算下去 最後就是 除了以上所說的費用 都還有一些集費 例如洗車 買一些汽車用品 例如電話架 坐墊 這些 買一次都用很久 加起來買 但我當這半年 大約花了2500磅 另外一個方法去表達 我亦可以將排費和保險 變成這半年的洗費 意思是 半年平均每月的洗費 其實是350磅左右 不知道你們有覺得怎樣 和你們想像中的半年養車洗費 有沒有出入呢 而你們一個月有花多少錢在車上 大家不妨在留言一起討論一下 我們下集再見 會不會名掌聲 會不會名掌聲 發動一下 你期待如果能掌聲 配份 給我 拍攝 發動一下 發動一下 流行 打拾